大陸的考古學家最近有所發現 在這南京挖這個永寧陵這個地區的時候 挖到了什麼呢 挖到了兩個非常大的一個墓穴 而這個墓呢 是否是墓葬 但是呢 這個墓的形式跟整個座位來看的話 是否是皇帝之墓啊 我跟你講 這個在南京的七峽區 在南京 大南京市裡頭 這一對石獅子已經擺很久了 荒山野地 你看 是荒山野地 雜草叢生 遊客都不太到的 可是我跟你講 立剛 注意 這兩隻石獅子都是公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照理講的話 應該是一公一母對不對 那怎麼兩隻都是公的呢 2009年 南京市博物館的專家們 在這個地方看到這兩隻獅子 一隻叫雙腳天鹿 另外一隻叫獨角麒麟 兩隻獅子都有一個特點 什麼 體態非常的修長 而且很威武 這隻也是兩鄉搖隊對不對 對 這有什麼玄機 專家2009年開始往北一挖 350公尺外的山坡上 終於發現蹊蹺了 有重大發現了 我跟你講 這兩個古木出土了 石獅子在前面 突然發現它後方的山坡上 怎麼會有左右各一個木 左邊的木是方形的 右邊的木竟然是橢圓形的 這是亡與厚嗎 這引起專家非常非常的好奇 而且兩個墓穴之間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橋磚 也就是說那個是一個像橋一樣的磚 銜接兩個墓 考古學家說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墓 就算是亡與厚的墓 也不是用 也不會這樣子建法的 不是這樣建的 沒有這樣蓋的 中國人沒有這樣蓋的 好 這個是叫什麼 叫手牽手 很有那種感覺 但不是男與女之間的手牽手 到底這是什麼木呢 什麼含義 越來越令人什麼好奇對不對 對 而且木磚上的花紋你知道嗎 有大蓮花瓣跟小蓮花瓣 這是在什麼 魏晉南北朝時候 最常用一種墓葬的石塊 所以要用這種石塊的人 我跟你講都是必須是王公侯爵 才用的石 有身分 有地位的 對 沒有錯 所以他們專家大膽假設 這就是陳文帝的墓 陳是陳朝 陳文帝是陳朝的第二個皇帝 陳文帝 陳倩的墓 陳倩是誰呢 在歷史上他有什麼名氣呢 他是中國最早的同姓戀皇帝 也就是有斷袖之癖 好 那他的故事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他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在市街上 也就是在南京 在七峽地區 他在路上發現了一個什麼 發現了一個賣鞋的少年郎 賣鞋的少年郎 那個少年郎姓韓名蠻子 就是一個小乞丐就對了 但是問題是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驚為天人 因為這個小男孩 小少年 我跟你講 長得氣宇非凡 然後這個紅光滿面 你知道嗎 眉宇暄 哇 所有看到的人都認為 這個男生長得真的 嘖嘖稱奇 那時候陳倩他也是少年將軍 他才二十多歲而已 看到他驚為天人 就把他收在身邊 然後把他改名叫韓子高 以後不要叫蠻子了 但是私底下還是叫他阿蠻 兩個人從此形影不離 到最後還想怎麼樣你知道 還想把他封為南皇后 那這樣子就是中國史上 第一個南皇后 中國禮教怎麼能夠接受 對不對 當然不可能接受 當然不可能接受 對啊 後來到這個陳文帝 就說彌留他只活了四十四年 彌留之前他還服湯服藥 還把他倒尿上廁所 這非常淒美的一種愛情故事 所以中國的專家也說 哎呀 這個可以請李安大導演 再來派一次段貝山第二集 一定會